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比較特別 想跟大家講一下動畫 因為平時我們都是講一些娛樂新聞 講一下一些趣聞 很少是跟大家講動畫 我想對上一集講動畫 差不多半年前 都有了 沒有半年都有五個月 四五個月肯定有 好像那次跟大家推了幾部我喜歡的作品 今次推的一部作品 就是在魔王城雪晚安 我也是很喜歡這一部 所以才推給大家 因為我看得很開心 先講一下故事大郎 故事大郎是不複雜的 他就是講有一個公主 被魔王抓走了 綁架了 魔王綁了這位公主 當然是去這個魔王城 講這位公主 她是很有趣的 正常那些公主被人抓了的話 應該是大叫大哭 叫了救命 不知道怎麼辦 這位公主很厲害 她是很冷淡定 她是不冷害怕的 那些什麼魔王 魔物 怪物 她全部不冷害怕 是冷狗的 那她在裡面做什麼呢 在魔王城裡面 大家聽到一個名字都知道 這部動畫的名字就是 在魔王城雪晚安 說得到雪晚安 當然是睡覺了 這位小妹 我不知道她是有學睡症 還是什麼問題 她是很喜歡睡覺的 這個公主 公主在這個魔王城 不停想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令自己睡得好 非常之過癮 例如她會想辦法 做一個睡得舒服的枕頭 她會想辦法 做一張睡得舒服的床褥 甚至乎在燈光上面 例如她又說 因為魔王城是沒有太陽的 看不到太陽的 魔王城 所以她有一集 她就是要找一個發光的東西 去等到感覺上有一個太陽光 等到自己睡醒的時候 好像看到太陽一樣 於是她去找了一個發光的類似 我不記得是寶劍還是神兵利器 總之她那把劍是很厲害的 在魔王城那裡 說得是殺手劍那麼厲害的 但是她是拿來當太陽光用 是一道搞笑的作品 我講一下為什麼我這麼喜歡 首先她那個公主 和魔王和魔物的關係 非常之正 通常大家都會想 你被人綁架她那個魔王城 含家產你當然是很大襯 很爭狗他們 但她又不是的 她對著魔王和魔物 她是很平常心的 她對他們沒有東西 她純粹想在那裡睡得好些 想辦法在那裡睡覺 有很多搞笑的故事 她的關係寫得很好 寫到後尾 或者寫到中段 不是後尾 是簡直是那些魔物 或者魔王 魔王幹部 那些嬰兒 好像叫十結宗 魔王那些嬰兒 有十個很厲害的人 叫十結宗 加上魔王那些嬰兒 那些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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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跟公主是好朋友 還有公主是可以在魔王城裡走來走去的 即是理論上她是人質 困在監獄裡 但公主是經常不知怎樣走出來的 其實不是不知怎樣 她有個設定很過癮的 就有些好可愛的惡魔熊啤啤 那公主就是 用這個幫他們梳理毛來收滿他們 讓他們拿一條鎖匙出來 讓公主到處走 所以基本上 雖然公主是一個人質 但公主在魔王城裡面 是隨意走動的 什麼東西都去搞這搞路 又去偷東西 又去殺夠那些魔物 拿她的身體裡面的東西來做床褥 很瘋癲 這個樣子 還有她有一件事我都很喜歡的 就是那個公主的聲優 配公主的聲優的聲優配得非常之好 即是她睡覺那裡 剛才我都講過了 在魔王城說晚安 重點就是睡覺 公主睡覺的時候 她會發出一些聲音 那我就不裝出來給大家看 因為我是男人老狗裝這些聲音 我有點尷尬 大家可以去聽一下 這個公主睡覺的時候 她會有一下聲音 而那一下聲音是很治癒的 那個聲優真的配得非常之好 令到我是更加喜歡這個角色 除了這些原因之外 我這麼喜歡 就是因為她笑位很重 譬如有些位置很好笑 譬如她擦棺材 即是她有一集 就是講公主覺得 很瘋癲的魔王城 那些魔物在外面 經常在威娃鬼叫 吵著 公主呢 就把她撻了吸血鬼的棺材 就拿了來睡覺 很瘋癲 因為她拿著棺材吸著自己 在裡面睡覺 你聽到如果你喜歡這些情節 就真的可以開來看一下 是好玩好笑 我是不怕穿招 因為當初我為什麼會看這部作品呢 我就是聽另外一個台 有講這些動漫節目 我聽完之後 已經很有趣了 這條招 所以我就開來看 一開我就很喜歡 還有當中她會玩雷 她說什麼 比雷電員會好睡 還是什麼呢 搞到自己死了兩次 死了兩三次 不過不用擔心 死了可以復活 還有她有一幕 又是很正的 我以前好像看過另外一部作品 又是講這些 不知道魔界還是天使 好像是否廢天使加百裂呢 不記得了 很久之前 她有一幕就是講那個公主 即是這套東西裡面 公主就看到一部類似電視的東西 有些人在賣東西 就是不知道賣枕頭 還是賣什麼 於是公主看到 這個枕頭我真的很想要 那她是怎樣呢 她是去魔王城那裡 就拿了一個類似電話的物體 就打電話去那間店 叫這個枕頭送過來 然後那間公司就說 我們是不送魔王城的 因為魔王城是很危險的 我們是送一些人類的地方 然後公主很生氣 她生氣到怎樣呢 她生氣到屌你了 怎麼打破了一個電話 屌你了 這麼臭氣 這裡看得到我笑到瘋了 她表達出來很好笑 發脾氣的公主 還有有一個位子 剛剛才說過 偷把神劍當太陽光那樣用 很生氣過癮 還有她的尾收得很好 即是她十二集 她的尾收得很好 即是臨尾那裡 一開始是胡鬧的 那個feel 但是看看 去到尾有些感動 有些感動的位 即是我 我隨便說一下 這裡是劇透的 一定會 即是你說一套 不劇透是很難的 即是這個是一個很高難度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是怕劇透了 那你就可以先離開 看完之後再過來聽 雖然我都知道 看完再過來聽 基本上是沒什麼可能的 所以都是浪費氣 我趕緊過去 那她呢 那個結局是這樣的 即算不算是結局呢 因為我不知道會不會有第二季 這一季的尾 這樣說 這一季的尾 那公主 她就是 即是 跟他們回去了 原本皇宮那裡 即是跟魔王他們 即是魔王和公主 他們回去了皇宮那裡 我忘記她們拿什麼 好像是拿一條底褲 還是不知是拿一條孖煙通的東西 即是公主就有條孖煙通 那樣 那魔王和她是回去拿 好像是 我忘記拿什麼 一時想不起 糟糕了 不要緊要 總之她回去拿些東西 回到公主皇宮那裡 正常你一個人質 能夠是回到皇宮那裡 那你正常都是會大聲呼救 等人來救你 打走魔王那些 可以回到家 公主就不一樣 公主是一起潛入一份 不知在做什麼 即他好像自己回到家 都鬼鬼殊殊 也好像不想回到皇宮那身 Ele好像想還回到皇宮那裡 他是想還留在魔王去 然後有一步 他就是風 幫忙解決了這件事情 為了 救回魔王那些 解決了個問題 謝謝大家起回到魔王城 最後 那你能看到 其實公主 去至最後沒有辦法 真的對魔王成 是很重要的 那個的位置是很感動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公主到最後不捨得那群魔物 還是那群魔物都不捨得公主 總之到最後他們是變成一個同伴的關係 其實我某程度上看到後面 我覺得公主已經是騎劫了魔王城 魔王城 魔王 魔王對落那些十劫中 魔王那些暴下 全部都親到公主孔 所以都不知道是哪一個騎劫誰 都不知道是哪一個綁架誰 那這幾年來講 這部作品我是最喜歡的 但我覺得這些是對電波 如果你問我平心而論這部作品是否真的這麼優秀 優秀到我這樣特意開一集出來講 我覺得其實就不是的 我覺得有其他更好的作品 例如很多人都說 算了 我都不舉例子 因為我自己覺得是一般的 但我又不想踩咎別人喜歡的東西 無謂踩 因為口味每個人不同 那我自己就真的很喜歡很喜歡這一部 但我覺得看動畫的東西就是要對電波 所以看下大家網友對不對 我覺得大家網友聽完我說之後 有緣就是聽到來這裏 因為都錄了差不多十分鐘 如果你有緣聽到來這裏的話 我覺得大家網友不妨開一集 試下看一下 看一集咯 二十多分鐘 如果你看完第一集覺得開心 適合看的 那就看完去咯 十多集都幾易吃 但我覺得你如果要喜歡這一部作品 即這一部在魔王城 雪晚安的作品的話 首先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喜歡公主的格 即她的性格 老實講這個公主真的不算畫到很漂亮 很漂亮 她不是美女來的 是一個小女兒 美女來的 但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她呢 我當然不是FBI的朋友 被人watching咪咪那些 被人爆門那些 就不就是了 我只不過是 就是 喜歡公主那些格 即她那種被人綁架了 還是臨危不亂 跟著繼續自己睡覺 做自己的事 不理會人 她做完些事又搞搞笑笑 我是很喜歡 大家可以看一下 開一集看看自己到底是 對不對電波 對電波又多一套東西看 這幾年我都覺得有點誇張 這幾年這麼多貴新番 我真的最喜歡這一部 其實都不是新番 已經算是舊番 真是這個 在魔王城雪晚安 專門開一集出來講一下 完成一個自己的思心 雖然我也知道 講這些題目沒有給人聽 不過不要緊啦 做節目的事就是這樣 最多就出幾條娛樂新聞 暗狗新聞 可以滿足一下網友 這集我滿足自己的 節目做到這裡 差不多了 都沒什麼特別 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